弟兄姐妹平安 你好我是Benjamin 今天不是要唱歌 今天是要来提醒或者是挑战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在疫情期间很多人都说不能来到教会 我们的灵命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受到一些的影响 那我就要来思考 平时是什么在帮助我们的灵命 在帮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呢 对很多人来说 我们的灵命是有点像一个心电图 好像是周末我们来到教会 跟团契小组聚会 或是听牧师的讲道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属灵的充电 然后到周间的时候 我们的属灵又陷入一个比较低潮的时候 有一些人的灵命在靠的是每一年参加特会 每一年参加营会 有一些人靠的是能够出去短宣 能够在短宣的时候能够经历上帝 在疫情期间这些都被挪开 这些我们都不能够继续 那是不是我们就更真实的来思考 本来在维持我们灵命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一定是正确的呢 所以在疫情的期间 我其实特别的想要提醒大家 平时你的灵修生活 你的读经祷告 你平时是不是有好的 敬拜赞美的习惯 你是不是常常在赞美神 不论是不是用音乐 当我们现在不能聚会的时候 我们挪走了音乐灯光 挪走了周围的气氛 氛围 那是不是可以更真实来思考 我们的敬拜赞美的生活 所以我想要提醒大家 在疫情的期间 特别每一天花时间 是有好的读经 祷告 敬拜 默想 或者是反省自己的时间 也鼓励大家 跟你的配偶家人 有一起的祷告 有一起的敬拜 有一起的家庭 有做something spiritual的时间 这个其实才是真实的反应 我们跟上帝亲密的关系 最后也祝大家 每一天平安喜乐 出入都有耶和华的保护